大火在工場裡面燒烤 火機不斷穿出來 火燒很大 上面是相當危機 二十二號暗時七點瓦 二十堡在上中山路上的控制水工場 夫人甘準準黑煙穿出來 就在對面的煮火一看到 感覺真正不對 更快卡電話叫什麼風車 就買東西 就換人起來 換人換 我們走下去 看到有冒煙起來 我們剛剛跟人家長講這樣 看到的時候就燒起來了 有聽到爆炸的聲音會什麼嗎 就在燃燒的聲音啊 就 又很臭 因為整個工場台無分的建材 都是大鐵盪 還在加上工場裡面 放到很多很容易就火燒的物品 整個火燒一塊沒辦法收刷 雖然比較緊張派車兩來協助救災 花了一點多的時間才將火燒控制掉 目前我們總共派遣的四個消防分配 警衛下大約有70幾名 各式消防車輪有大概有15輛左右 目前正在啟酒之中 那因為整個工場裡面它堆放了 非常多的藝覽的塑化 這個塑膠物質 所以目前火勢非常的大 但是目前火勢已經控制住 最近為民國78年就省力的控煩水 一天就在刷刷8000 這1萬3的控煩水 火勢發生那些東西 還有20萬名的完工加班官在出貨 忽然間有人發現 隔壁的村口開始請煙 通知大家比較近道理 火勢沒造成任何人願的充門 火是從隔壁那個煙一下子就冒過來了 那員工還蠻激進 因為員工平常都訓練有數 然後馬上把那個電源先關掉 才不會釀成更大的災禍 從隔壁 隔壁是做什麼 它隔壁是也是一個 它也是一個倉庫 那裡面有放什麼東西 我是不清楚 只是覺得太突然了 這個火勢是一直到達兩點 我才完全來打花 九千八工場也已經害了 所有的順勢以及機會完成 還要等待前一波 統計調查 繼續跟他採訪報道